还有有很多的女居士 对家人都有很多的责任 很多东西都放不下 担心儿子 担心孙子 担心阿公 担心阿嬷 天哪 你怎么不担心你自己啊 不要想那么多 该努力的地方去努力 不是叫你消极 而是有时候过度的担心是没有用的 你要训练你的心静下来 你若不能静下来 你也可以念佛 也可以念咒 慢慢慢慢的你的心就心静如止水 就像这张万灯片 你看 银格寺旁边的那个水池 宁静如止水的时候 影子就很清楚 影子代表什么呢 你的念头就会出现得很清楚 不管是好的念头 坏的念头 它都可以很清楚 好 再看 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再进一步啊 就像莲花 莲花你看咒 它浮在水面上 假如下雨的时候 注意看 下雨的时候啊 它一直下一滴一滴的雨水 水流过莲花叶的时候 它就掉到水里面了 当然莲花的叶可能有一两滴水 就像在图片上 有一两滴水 但是你注意 莲花本身啊 心静如止水啊 水从上面掉到莲花的叶子 然后呢 再掉到水里面啊 它不会呢 哎 再把它水拉回来 表示过去了就过去了 所以在这里我要先提醒你 假如你在看念头当中 有某一类的念头 一直出现有超过三次或五次以上的话 那你要用功的念咒或念佛忏悔 这个呢 本来我是要在后面悲伤念头才说 不过我现在提一点点 注意听啊 有一类的莲友呢 很精进 但是不知道怎么看自己的念头 他很喜欢重复自己的故事 碰到了海英古师的大师傅 师傅好可怜啊 又开始讲了 一直讲故事 一直讲 讲完一遍以后 当然师傅鼓励他 安慰他 下次看到新红法师呢 他有making appointment 再讲一遍 下次看到呢 他的朋友从台湾来 走我们去stark coffee啊 喝一个咖啡 再讲一遍 天啊你要讲几遍啊 不要讲那么多 那通通是你的妄念 超过三次以上 就不要再讲了 因为你满脑子都对 一直在重复你过去的记忆 这是不好的 不管它是好的事 我不好的事 当然快乐的事情可以分享 啊好朋友 我们十年前去哪里玩呢 对不对 记得就好了吗 当然呢 偶尔写个生日卡 过年啊 祝福他 或者看个照片 会想到以前快乐 你不可能吗 把那快乐照片 黏在你的嘴上 或是黏在你的头额上 这样去上班吧 快乐的也让它过去吧 所以注意听 学禅观的 不要一直重复你过去的念头 这是不好的 所以金刚经讲什么 过去心不可得啊 过去就过去了嘛 忏悔完了就过去了嘛 你为什么呢 见大师傅见一次 新红师见一次 海涛法师再讲一次 那遇到另外一个 又再讲一次 你满脑子都是在妄念 可见你念佛念咒都没有用 没有其他真正的效果 举个例子 来 就像镜子一样 你上面很多灰尘 你擦掉了一次呢 你又把灰尘呢 抓起来再涂一次 然后就 师父 请你吃杯帮帮我 好 那另一个师父又帮你了 对不对 鼓励你 然后你就很认真擦 擦完以后 灰尘掉下去 又把它再抓起来 再涂一遍 师父 请你也再帮我 你真的很愚痴 就像呢 注意听 有个动物叫蝉宝宝 蝉 没有变蝴蝶之前 它是说吐司吗 它把自己包起来 你就像那个蝉宝宝 一包再一包 最后越包越大包 知道吗 所以注意听 不要重复自己一生的经验 超过三次以上 不管它是好的坏的 好的也不要太炫耀 坏的呢 悲伤的跟难过的 也不要一直去重复 你会更悲伤 还有一种人他会说 师父我修得很好 一开始呢 你没有听过中国有一句话 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想当时我年轻的时候 都是董事长 可是现在你就不是董事长吗 你一直讲有什么用呢 中国人很奇怪啊 动不动都喜欢讲以前的好 想吧 我们有五千年辉煌的历史 五千年都已经过了 现在中国人就不怎么样了 所以中国的民族性 注意听 在修禅修的时候 请看幻灯片 心静如止水 没有染污心 天上的水 掉下来到了莲花 莲花以后 它掉到水里的时候 不要把那个水珠再拉回来 这是我要教你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就看着它 看它什么呢 像看录影带一样 各位你们家里都看 有电视嘛 大部分都有 看电影一样 录影带啊 不管它情节好跟不好 就这样看着它 它就不见了 陈冠也像这样 看自己念头的录影带 好的念头来的时候 你就看它 哦 出现了 嘿 对不对 你不要太高兴 这样 它一下就不见了 待会儿静坐的时候 想一想 那位莲友欠我三年的钱 都还没还我 真兴起了 对不对 你就看着它 它就不见了 为什么叫不见呢 因为它本来就不在 你只是抓着它 放在你内心里 你看哦 电视荧幕啊 不管演好的片 不好的片 听说新加坡人 都很喜欢看寡语 对不对 还有电视剧 台湾也有很多 乱七八糟的电视剧 什么爱啊 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whatever 这是朋友告诉我的 因为师父也不看 我将近有 25年都没有看电视了吧 除非看好的片子 电影 或是做教学用 我从来不看电视了吗 它能不能乱七八糟做什么呢 我有这么多佛经都看不完啊 对不对 好 那你看哦 电视的时候 好的电视来的时候 哎呀那个哭啊 对不对 它哭得很高兴 你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啊 对不对 很可怜耶 这样 然后呢 电视呢 管仔细看完了 或者电视节目完了呢 明天时间到了 我就不知道 它要不要哭 啊 又继续哭了 就是开始哭了 对不对 然后它笑的时候 你也给它哈哈大笑 然后其实呢 电视荧幕一关掉的时候 你看你的念头 什么都没有 可是呢 我们现在开始脑筋 就开始倒带了 倒带什么呢 那个情节 哎呀 又哭了 又笑了 对不对 又中马票了 你做梦的时候 就是这样 发梦就是这样来的 做白日梦 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的念头 就像看电视一样 我们的念头 就像看录影带一样 你看自己过去式的念头 越看越深的时候 有些人啊 禅电比较深的时候 会看到过去式的记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 就像V8一样 注意听 像那录影机一样 好的坏的 通通都录进去 录进去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它呢 它是不按照顺序的出现的 举个例子 你现在看到师傅 穿的是黄色的袈裟 很庄严 他说你今天晚上做梦 哎呀 我中了那马票 黄色的 其实那是假的 为什么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你今天看到黄色的印象 然后进入你的脑筋 就像V8一样 它露进去了 做梦的时候呢 它底片就跑出来了 同样的 注意听 回来念头 念头也是这样 看它 就看着它 不管好的坏的 你就不要管它 你就看着它 就像看着小朋友一样 它最后就不见了 这样的念头 就清静过一次了 慢慢慢慢慢慢的 那个恶念 或妄念的各个念头呢 它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这样的话 你的心才会越来越宁静的 所以 请看 做一个小节 请看 84页 第13行 所以 从指观修持的角度来说 老实说 指观 不是对初学而讲的 我 师父 新红诗是指 这我学生打的记录 教导指观 我没有要希望 几千人来听的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 这些人都是 多生多节的 善根成熟 多生多节 修大乘指观 才能这样教的 可能佛 或是观世音菩萨 有这样的功德力 我是没有这样的功德力 所以 指观 本来就属于 中级跟高级的 佛法课程 当然有些道场 也会教 出击禅坐 让你注意 属习惯 很好 你也可以练习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希望你在 安静的地方 在家里 在佛堂 或是在 公车上 或在节云上 只要不讲话 或用不用脑筋思考的时候 你就可以训练 看你自己的念头 了解吗 好 现在请关灯 我们来练习一下 三分钟 今天呢 讲座就到这里 一个段落 先我们静坐一下 请关灯 就像换灯片一样 先练习你的心 心静如止水 好 再看一下 换灯片 就像这个 银格式的倒影一样 先把你的心静下来 心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心静如止水 像莲花一般 好 现在呢 先背挺直 肩膀放松 你就看你的念头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要用师父教过的 注意你的丹田 也可以 你要用 坐在观想莲花里 也可以 现在你的灯光 若还看得到 你也可以专注在 眼根 对外境色诚的禅修 都可以 你自己用你习惯的方法 注意呼吸也可以 好 现在开始 静坐三分钟 看你的念头 注意听 就像看念头的录影带一样 不要跟他 也不要压抑他 知道他 从他念头升起的时候 一直看 看到他消失 这样练习 好 在这过程里面 有些人做得很好 大部分也都做得很好 表示各位很有善根 有几位联友 注意听 假如你做的时候 是常常这样动的 看这里 像布导翁一样 表示你的念头太多了 师父送你几个字 Sympathide 生命当中不要想太多 你的念头太多了 你的担心太多了 你就像布导翁 这样摇一摇 然后有时候呢 你可以眼睛扎一扎 告诉他身体不要动 第二种 有一些联友 有一两位 看这里 虽然经过了一天的上班 也听了经 其实他身体很累的 看这里 假如你坐一坐 突然是想后痒 这样子 我表演给你看 坐一坐突然往后痒 这样 那你真的太累了 你应该好好去睡一觉 或泡一个温泉澡 好好睡一觉 你这个身体真的很累很累 你应该好好休息 请个假吧 放假两三天吧 对不对 Day off 我们台语有一句话 急爱贪啊 命也要照顾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我再做一个比喻 假如你常常这样看念头 看念头 看得常常练习 不管念佛 念咒 接下来看念头 常常练习 练习到你可以看很深的念头的时候 就像拿一个望远镜 我现在拿望远镜的话 只能看到海阴古斯外面 我如果更有更长的望远镜 我可能可以看到 出珠港 甚至更望远的望远镜 你可以看到 你这一身断气的时候 你将来去哪里 你自己就会看得到 因为它是从心而显现的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 他修一修 修到预知实质 我将来来生 我要投胎到天上 或是我要往生极乐净土 或是我将来会投胎做人 从内心里 甚深的禅定 就像我刚才比喻望远镜一样 它可以让你看到自己未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念头 就像流动的河流 从上游 流到中游 流到下游 透过甚深的禅定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未来 所以你对未来 就会充满了希望与光明 而不会有恐惧 了解吗 好 今天呢 就讲经讲到这里 今天我要教声音的禅修 请注意听 请看幻灯片 听比较重要 你听懂了就很重要 好 昨天介绍眼根对色尘 今天介绍耳根对深尘 我们的耳朵对声音是很敏感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在愣眼睛耳根源通章里面 释迦摩尼佛请问所有的大菩萨站起来 报告每个人自己修行的经验 所以从眼耳鼻舌生意 色身香味触法 乃至于地水火风空界事 很多 二十五根源通 其中耳根源通章就是谁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站起来 对释迦摩尼佛跟一切的与会大众报告说 他过去像古观音如来 学文思修幻化三昧 他是修耳根的 所以你们在谱门品叫做 泛因海潮因 圣彼世间因 事故虚常念 对不对 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在眼耳鼻舌生意里面 最敏感的是什么呢 是耳朵 所以这个世界的人 你看听经 师父也是讲经说法 你用耳朵听 可是在他方世界就不一样 像相机如来国土的 佛呢不用讲经 佛只要变神通 然后大家拼命吃 吃得越饱就越开悟 所以喜欢吃的人呢 可以考虑投胎到相机佛佛国土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耳根是很利的 所以请专心听 今天教的禅修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能够每一天都来的人 也是有福报的 若今天没有来的话 那只好以后看DVD了 好请看上面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钟都很重要 不管在佛教跟非佛教 请看 假如有机会去英国伦敦首都 它就有一个大笨钟 每到时间的时候 它就会敲钟 你看 世间 一一个大笨钟 就成为全世界的landmark地标 接下来 全世界的艺术里面呢 也有这个不咕鸟的艺术钟 假如你家的客厅呢 是那种不咕鸟的话 那每个一个小时的 它就会跑出来 不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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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个是艺术的钟 再来看 我相信你们家里 也有客厅的时钟 对不对 所以时钟 其实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世俗低的世界里 假如你不知道时间 也不知道日期的话 那你会错过很多好机会 就像演讲 假如你没有准时来 那当然也会错过 所以 钟对我们呢 其实是天天在影响我们的 好 再看佛门里面也有钟 比方说寺庙里面供的童钟 像海音古寺 也有护国的 这个千佛塔的状钟 所以钟声可以突破 幽民界的黑暗 在地狱 恶鬼畜生三个道理 是没有太阳的 钟声 鼓声 可以传到地狱 所以当敲钟的时候呢 可以度幽民界的钟声 再加上钟本身呢 上面呢 刻的有经文 咒语 当你很虔诚的念 祭诵的时候 寇钟记 或是念 佛菩萨的名号的话 可以让呢 让他听到终声的时候 而减轻痛苦 或处理六道 接下来再看 寺庙里面也有鱼 庆板 或叫做木鱼 海音古寺里面呀 其实原来的庆板 是用石头做的 叫石庆 石庆在中国的历史上 它是一个 儒家讲 功伤绝子语 就是五音声的这个乐器 后来呢 发展到佛门呢 现在的这个石庆呢 就用那个铜做的 比较不会敲破 第二个 你看到木鱼 有没有看到鱼 为什么是用鱼呢 你看大殿里面 维挪跟木鱼 鱼呢 是呢 晚上睡觉 不眨眼睛的 为什么 因为鱼没有眼皮 所以意思告诉你 敲木鱼是 佛弟子啊 不要混啊 昼夜要精进 所以敲木鱼的意思 代表 精进不退 再看下一张 所以寺庙里的庆板 其实讲的比较好听的名词 叫做云板 云板也有声音 当的一声 比如说过堂的时候 它就会敲板 这是丛林的制度 接下来 寺庙里面也有大庆 像刚才维挪 带大家念 普贤行愿品 非常的庄严 希望你把这普贤行愿品 背起来 若可以的话 最好背 全部普贤行愿品的祭送 注意听 假如你能够背得起来 普贤行愿品祭送 贤结千佛 出世的时候 你都会碰到 下一尊 弥勒菩萨呢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大方广佛华言经 乃至是第六尊 狮子吼佛 噶妈巴的化身 狮子吼佛 第一步讲的也是 大方广佛华言经 贤结千佛 都会讲华言经的 所以你能够背起 华言经的经文是很好的 所以这次有给大家一个功课 希望你把普贤行愿品 背起来 每天至少念三遍或七遍更好 接下来寺庙里面有 中的庆 就是我现在坐上的 我待会就要教你们这个 庆的声音 请听 很庄严吧 它敲下去的时候 怎么样有声音呢 看这里 师父拿着庆锤 这边有庆 当庆锤碰到庆的时候 它就有声音了 所以 因缘合合的时候 它就产生声音 我敲重一点 它就大声一点 我相信最后一个同学 也会听得到 为什么呢 我测试过了 好 待会我要你修的 就是庆的声音 声音的这个禅修 好 那怎么修呢 现在我要讲给你听 请注意听 待会我们会一起练习 也就是说 我要你听 请我敲下去的那一场 那待会呢 今天的禅修 我会要叫你闭眼睛 有很多连友都会问我 师父 我在禅修的时候 可不可以闭眼睛 对初学的人来讲 最好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初学呢 你闭眼睛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有幻境 你的禅修经验不是很够 对于经论又不是很了解 待会你一闭眼睛呢 就看到了 嘻嘻嘻嘻嘻嘻嘻的就来了 那你就吓死了 那你说是走火入魔 其实没有那么快走火入魔的 但禅修最好在寺庙里上禅坐班 因为禅修有很多的理论 比如说调你的身 调你的心 调你的呼吸 你有问题 可以问师父 他会指导你 这个会比较好 当然在家里静坐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初学的人 最好眼睛闭一半 你看大殿的释迦摩尼佛 此眼视众生 他只要闭一半 闭一半比较能力focus专注 可是今天注意听 声音的禅修是要用耳朵的 所以待会你可以把你的眼睛拿下 然后我要你闭眼睛禅修 用耳朵听 注意听 我会先叫你用右耳听 你就用右耳 我待会会说左耳听 就用左耳 我待会会说两个耳朵一起听 你就用两个耳朵 你不用这样塞起来 知道吗 就是专注的时候用右边的耳朵听 假如你不干净的话 可以擦一擦 注意听 所以听的时候听什么呢 从我敲下去 清的那一刹那 一直专注的听 听到那个清的声音完全消失 这样子才叫专注 我再讲一遍 我敲进去的那一下那 你要从头开始听 他的声音一定 会结束 一直到结束的时候 你都跟着他 这样你才叫做专注 了解吗 好 所以清的声音 是没有时空远近的 好 现在背挺直 眼镜你要拿下来没关系 因为今天不用用到眼睛 暂时不用 现在用耳朵 所以你要用的是耳朵去听 先用右耳去听 背挺直 身体放松 你要戴眼镜也可以 不是不可以 所以背挺直 身体放松 注意力放在你右边的耳朵 先听清的声音 好 开始 不要讲话 请把眼睛闭起来 你会更专注 好 第二次 尽量练习 从他第一个声音 到最后一个声音 你都听得很清楚 心不要跑掉 好 现在用耳朵 左边的耳朵专心听 我会先打短的 然后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我打三下 请用左边的耳朵注意听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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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下来用左边的耳朵跟右边的耳朵 你就把你注意力放在左右两边的耳朵 两个耳朵完全专心听 好 结束了 眼睛轻轻地眨一眨 怎么样 感觉如何 你有没有感觉 亲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听过呢 这是声音的练习 这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亲呢 也可以另外一个修空观 以后有机会再教 就是观他的声音呢 是空性的 这个以后再讲 可是我今天要教的是 眼耳朵听到亲的声音 好 从这里你要去练习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声音 你不要去排斥声音 比方说家里可能也有冷气的声音 你现在有听到有大殿冷气的声音吗 有听到的警局手 大殿也有冷气的声音 很细微的 有听到的警局手 好 手放下 没有听到的人 你睡着了吗 还是太远了 可能距离 靠近一点能听到 所以可见我们从早到晚 有很多声音 什么叫噪音呢 噪音就是让你感觉不舒服 可是注意听 在禅修里面 喜悦的声音 或是噪音 都可以让你维修行的 举个例子 假如你在新加坡 旁边你刚好有政府组屋 在建设或做工程 它每天就会有很多机器的声音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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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对不对 假如你不能调伏你的心的话 你打一百次的电话 跟政府complain都没有用的 那你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 你就用声音来练习自己的禅修 人是不可能离开声音的 为什么 因为人就生活在这个 世俗的世界里 所以一般人我们是好的声音 我们会喜欢 比如说放很好听的音乐 放漂亮的佛曲 或是你喜欢的六字大明咒 或一些佛号 你很欢喜 很好 但是 假如我们碰到不舒服的声音 或是你不喜欢的声音 不要去躲 你也要用那个声音 来帮助你禅修 举个例子好了 我先讲一段 我后面讲一遇一些 比如说你现在要念佛了 你要做功课了 师父说要送佛 普贤行愿品啊对不对 结果回去呢 礼拜六礼拜天呢 做MRT Subway的时候 才刚刚要做功课的时候呢 就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娃娃进来 哇 就很哭啊 你就看着她 这时候你看要看你的念头 我不念普贤行愿品才疑 我要做功课就哇哇出来了 哇哇那时候你怎么办 其实哇哇哭的时候 她不是故意的 她也不知道你在念普贤行愿品啊 那一般的脸友会怎么做呢 换位子吗 告诉你不要换 就坐在她旁边 她在哇哇哇的时候 你就看你能不能念得出普贤行愿品 你这时候呢 可以打开金本 出一点点的声音 让自己听 耳持普贤菩萨 普观十方 而说济约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净生语 以一切片里尽无余 普贤行愿微生力 普贤一切如来贤 你这样念一点点声音 它外面的声音 还是它哇哇继续叫 这时候你训练你的声音 可不会抓到你的心 假如你能够这样训练的话 听好 你的大乘禅定的功夫 就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死的时候 外面其他的声音是非常多的 喊什么声音呢 你要死的时候呢 旁边的家属啊 妈 爸 不要走啊 I love you so much 那更吵的咧 那时候你不就放不下了吗 对不对 还有爹啊娘啊 你的财产还没分好 你怎么可以走呢 我们还在吵架呢 你看 那时候你身体很痛苦 外面的声音是一片混乱的 所以你要训练呢 挺好 喜悦的声音跟不喜悦的声音 你都能够抓住自己的念头 知道吗 下次你试试看 坐在捷运旁边呢 假如一个年轻人听了rock music 那你怎么办 你就在他旁边念普贤行愿本吧 你就在他旁边念六字大明咒看看吧 你真的能念 师父告诉你 你的功夫真的是进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三千大千世界的声音啊 都没有实体的 它不会干扰你的 你为什么会干扰它呢 或是被它干扰呢 看这里 就像像敲一棒的声音啊 你敲的同时呢 你抓住那个声音 所以那个声音你就会觉得 嗯 好吵哦 你看 我 觉得好吵 我 觉得那个哇哇哭声 干扰到了我 你有一个我 还有你被干扰的念头 下次你就练习看看吧 对不对 所以好的声音跟不好的声音 都不要去排斥 为什么呢 因为好的声音跟不好的声音呢 都是空性的 举个例子 我现在敲一棒 假如这个声音啊 永远存在的话 它就应该是 哦哦哦哦哦 一直不会停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都在大电 等到你们走了呢 大电还是有轻的声音 这叫有实体的 可是这个声音啊 是没有实体的 它有开始 最多十秒钟 十五秒钟 结束了 请问声音去哪里了 想一想 声音去哪里了 因为声音本来就不存在 这就你们呢 般若经讲的 毕竟了不可得 所以 庆有很多的用法 也可以讲为空性 这以后再讲 所以今天我要教的是 好的声音 跟坏的声音 都不要躲 那慢慢呢 喜悦的声音 你不贪着 下次碰到人家 骂你的声音的时候 你也吓吓的 对不对 老公骂跟老婆呢 在吵架的时候 吵架都没好话的 对不对 骂完了以后呢 你也不会太执着 以前呢 你可能气一个礼拜 跟他翻脸 现在骂 好吧就给他骂吧 骂完了以后 声音就过了 不是说你皮皮的 而是说什么呢 你不会把那个声音 永远放在内心里 伤害你自己 了解吗 可是你对外面的声音 还是很清楚的 外面的声音很清楚 比如说 走在大殿里 今天下午下大雨 下大雨的时候 你还是听到呢 雨滴的声音 但雨滴声音啊 到晚上就没有了 可见呢 雨滴的声音 也是不存在的 好 今天就先交到这里 请帮我把清移走 请开灯 好 我们请继续看经文 今天我还想 多讲一点经文 还讲后面 昨天讲静的 看自己 静中训练自己的念头 转念 今天呢 我讲一段经文 还会讲后面 动中 然后今天我也会回答问题 好 第七十三页 第八行 丙二 菩萨孔舵入二成果 先看幻灯片 这是菩萨 敦煌壁画里的供养菩萨 现在呢 我会问你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他是菩萨 你怎么判断 有没有要告诉师傅 你怎么知道他是菩萨 因为他什么 不会动 那糟糕了 阿罗汉也不会动啊 这边释迦摩尼佛也不会动啊 你怎么从他的外形里知道 他是菩萨 一圈一圈的光 阿罗汉也有光 释迦摩尼佛的光更多 做莲花 佛陀也做莲花 不 师父这样反问你 不是说你错 我只是要去帮助你 你怎么知道他是菩萨 菩萨跟僧文长得是不一样 菩萨跟佛也长得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他是菩萨 带很多阴落 很好 这是叛叛 代表他界定会的功德 阿罗汉除生文界 持生文界 所以你看大殿的阿难尊者 跟迦摄尊者身上是没有带阴落的 所以你们八观哉戒 是不可以带这个漂亮的 这个漂亮的也不能带 通通要脱掉 那是生文律 表示你不染着 可是菩萨身上呢 对 挂满了阴落 佛的身上没有阴落 看 佛呢他有特别的地方 还有什么地方 让你知道他是菩萨 看看他的头 耳朵很大 耳朵很大的话 佛的耳朵更大 很好 没有关系 不要怕答错 这师父就在教你 这会增长智慧 你怎么知道 这是菩萨 可见你们对菩萨 还是搞不清楚 菩萨有菩萨的功德 第一个 身上的阴落 代表界定会的功德 对 没错 第二个呢 他手上呢 拿是那个香 就是你们拜灿的香 这叫供养菩萨 你怎么知道是菩萨 各位你们是不是菩萨呢 我反问你 你认为自己是菩萨的 请举手 那不是 有人举手 那我看到你 供修的时候 老菩萨您好 老菩萨好久不见 菩萨有老跟年轻的吗 我们劝人家说老菩萨 那是一个赞叹语 事实上 不一定他是菩萨 还有呢 糟糕你们真的 想一想 动动脑筋 想不出来的今天不要回家 很庄严 很庄严 佛也很庄严 菩萨也很庄严 罗汉也很庄严 圣人都很庄严 这是共通的 他要讲到另外一个重点 没关系 你讲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你不要讲 因为你都知道了 没错 你看菩萨有头发 阿罗汉 佳舍跟阿难尊者 是没有头发的 的确 声闻成 待会我们讲 为什么菩萨恐怖 害怕自己进入二成人 就是 二成人声闻跟圆诀 是剃光头的 注意听 佛有头发 这个叫做 什么 法罗 对不起 佛有头发 那佛呢 是向右旋转 而且佛的中间 有一个叫无间顶向 这只有佛才有 所以 菩萨是有头发 没错 菩萨可以现在家跟出家 对 所以 菩萨有宝观 要把它戴起来 所以宝观 也是菩萨一个特征 头发呢 你看 各位女居士 你如果头发很长 你怎么办 要么就是像鬼一样 对不对 要么呢 你一定要绑起来 菩萨有宝观 所以你看 它上面有头发 对 所以这叫菩萨城 不论在家出家 除了地藏王菩萨 他可以现出家乡 那是例外 还有一个 你怎么看 他是菩萨 什么 坐姿 坐姿是没错 可是他不是唯一判断的 还有呢 你看看菩萨的手臂 或是手 对 菩萨的手臂 有臂穿 有点像 你假如新加坡有小印度 对不对 有空去逛逛小印度 印度教的神 都有臂穿 还有手环 对 这也是菩萨的功德 阿罗汉不会戴这个 好 我想差不多 简单讲 第一 菩萨 他有留头发 有宝观 第二 他有阴落 这是他界定会的功德 第三 菩萨身上是自然的丝绸 这不是沙身 是他自己穿的衣服 是自然的丝绸 也是他的 机功累得的功德 第四 菩萨的手上 有手环 也有臂穿 当然至于菩萨手上 有些拿莲花 如意 或是智慧剑 那都可以 所以这叫菩萨 所以可见 什么叫菩萨呢 发了菩提心的 才叫做 菩萨摩赫萨 各位 你不可能 明天开始就戴一个 宝观自己戴这样 我是菩萨吧 你不可能吧 你最多戴帽子而已嘛 对不对 好 那一般我们赞叹人 哎呀你真是 发心的菩萨 比如在厨房里煮饭 哎呀你真发心 为什么呢 他发菩提心 就像今天十五 厨房煮饭 免费供养大家 我发菩提心 为众生服务 你也叫做 出发心菩萨的凡夫 你是凡夫 我们是凡夫 我们是人道的众生 但是你有菩提心 了解吗 好 接下来请看经文 秉二 七十三页第八行 你要弄清楚 什么菩萨 什么是二成人 二成人是指 身文跟原觉 请看经文 问曰 此应该思量 菩萨 为了这个 为 为跟为 第二个为呢 是指畏惧的意思 菩萨呢 请问他是 畏惧呢 住在泥里 泥里是指三二道 一般讲 泥里 像泥巴江一样 像猪 对不起 新加坡也不容易看到猪 没有猪疗 假如乡下 你看过有猪疗的话 猪呢 都是在泥巴里打滚的 泥里是指三二道 具体的说是指地狱 菩萨是恐怖呢 怕住在地狱里面呢 还是菩萨恐怖呢 堕到身文跟原觉呢 这是他的问题 答约请看 一百一十三 假使堕入到地狱 恶鬼畜生 菩萨不会恐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地狱恶鬼畜生 菩萨还是可以度众生的 可是呢 假如堕为 身文跟原觉地的话 这个意思讲是 退知菩提心 由身文成 退转为 二成人的话 那菩萨就会非常非常大的恐怖 这是我这一段要讲的重点 昨天我讲过舍利佛 对不对 舍利佛为了要度众生 可是呢 第十天来考验他 他六十节都不敢度众生 为什么 众生太难度了 接下来再看经文 菩萨假如住在泥里 与无数的百千万的痛苦 生活在一起 他也不会害怕 不会比呢 跺入在身文跟原觉地 还要恐怖的 好 请看幻灯片 这是中国大陆奉先寺 鲁舍那佛像的石窟 中国从唐朝以后 历代的帝王都护持 佛法 除了中国有三五之祸 三五之祸就是呢 中国的帝王呢 不排斥佛教 然后接受道教的建议 摧毁佛教 除此之外 中国历代的帝王都呢 护持佛法 那帝王们总是希望什么 国家兴盛 人才很多 人民呢 生活很富裕 所以帝王呢 都会拜很多出家人为国师 那就会问师父 请问我怎么样做功德 那就会造寺庙 造石窟 供养僧宝 护持出家人 乃至于办法会 无辙大会 利益一切的众生 从教育文化慈善 好 从这里 鲁舍纳佛像的石窟 你就可以看到 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左边呢 就是阿难尊者 就是僧文尘 你为什么知道 它是僧文尘 因为它光头 右边 最右边 你可以看到菩萨 你怎么知道 它是菩萨呢 它有宝观 还有它有阴落 还有它穿的衣服呢 非常的庄严 右边到 右边第二个 因为历史的因素 被破坏了 没有关系 这张图片 你可以看到吗 中间是佛 左边是僧文尘 右边是菩萨 所以它们三个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说 设三层法 设僧文尘 僧文尘 圆觉尘 还有菩萨尘 三个尘 都趋向于一称佛果 好 再看 假如有机会 你到台湾 中台山的 中台禅师的大殿 非常非常的庄严 中间呢 就是尊贵的 释迦摩尼佛 右边跟左边呢 就是 家舍跟 阿南尊者 非常非常的庄严 Welcome to Taiwan 我看到你们也有 宝岛学府之旅 你们也会去中台禅师 非常非常的庄严 所以这是佛 跟两个大弟子 那这两个大弟子呢 其实在 观武量授佛经里 刚开始是什么呢 阿南尊者 跟大穆建连尊者 刚开始并不是 迦摄尊者 而到了中国以后 唐朝以后 右边才开始 是迦摄尊者 因为迦摄尊者 代表禅宗 请大家看一下 幻灯片 右边迦摄尊者 代表禅宗 以禅而开悟的 左边呢 阿南尊者 他可以记三藏十二部 现在所有的佛经 都是阿南尊者 背诵下来的 这代表教相 所以叫中门跟教相 所以中国以后呢 大殿就这样建立 好 再看 菩萨跟罗汉 有什么差别呢 还有一个差别 我现在讲 菩萨的相貌 都非常非常的圆满 表示他六度功德 很圆满 阿罗汉呢 奇奇怪怪的 你看他的头 奇奇怪怪的 表示阿罗汉 有很多细微的习气 还没有断 菩萨呢 有很多的习气 都已经断了 这也是他们两个的不同 对不对 阿罗汉虽然是圣者啊 不管说你看 阿南尊者就很庄严 他佛呢 有三十二相 阿南尊者有 三十相 阿南尊者长得跟佛一样 非常的庄严 所以为什么会太庄严了 所以碰到摩登且女度他了 大家都要愣言深重 对不对 好 他有哪两相没有呢 第一 佛 没有佛的无间鼎顶向 他没有 第二 他没有马阴长相 对不起 讲错 sorry 他也是持戒亲戚 马阴长相他有 他没有呢 佛出的广长舌相 骗覆三千大千世界 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佛 佛的功德比较大 所以阿南尊者 其实长得非常的庄严 所以摩登前一看到他就头晕晕的了 对不对 那你看加摄尊者 加摄尊者也是圣者 他还证阿罗看过 可是加罗汉呢 加摄尊者就很严肃 他严肃的习性 其实他心很慈悲 而且他是佛陀的 修头陀行 就是苦恨里面是第一的 所以可见呢 修升文成的人他有细微的习气 所以十八罗汉你看呢 长得都是奇奇怪怪的 菩萨不是 菩萨呢功德呢很圆满 所以菩萨的相貌都是 浮面犹如静满月 这个也是他脸部 升文成跟罗汉不一样的地方 好再看下面经文 请看二十五 七十三页第十二行 何故如此呢 答曰 菩萨就是掉到地狱恶鬼出身 也不会障碍他菩提的 为什么 越苦的地方越有大悲心 地狱恶鬼出身 越能够让众生 得到佛法的利益 比方说七月你们快要到 后面我就会放地狱恶鬼 为什么我们要做七月中元超度法会 为什么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七月都很忙 七月一般在民间叫什么 鬼月 对不对 鬼门关大开 可是当你真的要知道 我们知道佛门的这个道理的时候 七月是什么 报恩月 还有七月是什么 栽生月 佛的弟子圣弟子呢 节下安居啊 你要供佛栽生啊 于兰盆会啊 所以七月从佛教的眼光来讲是什么 是报恩的月 是供养三宝的月份 也是超度的月份 为什么呢 因为是诸佛菩萨的大悲心 对不对 其实跟你讲真话 每一个月啊 都是好日子啊 那请问你 一月就不吉祥吗 十二月就不吉祥吗 所以佛经 假如你真的多深入的话 你会知道 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 每一个月都是报恩月啊 都是供养三宝月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七十三页十四行 纵使菩萨进入地狱恶鬼畜生当中 因为他对于无上正等正觉的菩萨之道呢 非常坚固 所以在地狱里面也不能够产生为 障碍菩提大道的这个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住在地狱里面呢 听好住在地狱有两个原因 各位读地藏经 我再重复一下 地藏菩萨的前身 光木女问无毒鬼王 这是哪里啊 她说这是地狱啊 她说我怎么会来这里呢 到地狱有两个条件 第一是业力 光木女的妈妈 对不对 毁棒三宝 杀身 吃鱼 憋肉 杀身 所以呢 她堕入地狱 另外一个呢 愿力回到地狱去 所以 一般的众生住在地狱里面都是你的业力 你若没有造地狱恶鬼畜生的恶业啊 你是不会到地狱的 再举个例子 现在你们住在新加坡 请问你可能上月球吗 不太容易 你除非说太空梭 你也不可能天天住在月球里面 对不对 那其他国家你能去吗 可以 但是要搭飞机 你不可能说 没问题 我念一个 Om money by me 哼 让我就自己飞过去了 你的功德力没那么快 何况呢 这个世界有很多国家 对不对 也有不同空间 现在讲三度空间跟六度空间 所以 你要业力呢 到那里 你才会进入那个空间 所以当你会看到鬼的时候 并不代表你倒霉 或许你身跟鬼道的众生有缘 除非你身体大悲心 要帮助他的时候 你也会遇到那样的空间 所以他就下面讲 住泥离石啊 乃至于恶业呢 有边境的话 对于无上的菩提大道啊 会不会成为障碍呢 要看你的心 所以这里讲 菩萨有大悲怨心啊 他住在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啊 是不会有障碍的 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会问 师父我们超度了祖先 那我的祖先万一像光木女的妈妈 毁谤佛法 又做了很多坏事 常常去给浪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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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断气了以后怎么办呢 好注意听 假如你帮他做功德 诵经 然后做点灯 起码他不会堕入地狱恶鬼畜生 受苦 假如你做的功德 敌不过他的业力的话 他还是会掉下去的 掉下去你不要担心 地藏菩萨住在地狱里面 地狱里也有佛堂 可是地狱的佛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的 举一个例子 就像新加坡海印古寺 新加坡人全部都会挤进来吗 不会啊 基督教天主教不会进来的 回教徒也不会进来的 所以地狱里面也有地藏菩萨的功德力 他也有讲堂 观世音菩萨也有在地狱里面度众生的 所有的诸佛菩萨在地狱里面都度他有缘的众生的 所以必须还是要对三宝有缘 你才会看得到 那什么叫有缘呢 第一 你曾经在佛门里面呢 礼拜过三宝 比方说像地藏经讲的 一合掌 一香花 一头丑 一举足 顶礼 你心中生起对三宝的恭敬心 虔诚心 这样的话 你就会跟佛法有缘 所以在地狱里面呢 也有佛菩萨的讲堂 但是呢 他不会住很久 听完经的时候呢 他就离开了 他还是回去受自己的苦 然后呢 当地藏菩萨放光的时候呢 这个黑白无常呢 就会带他来 来上课一样 上完课呢 他还会回去了 那上完课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错的时候 他就会忏悔 他纵使在地狱油锅里面呢 人家哎呀哎呀 很痛的在叫的时候 他会什么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神 有人会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有人会念阿弥陀佛 当他越念的时候呢 他的油锅啊 本来很烫的 就越来越来不烫 越来越不烫 越来越不烫 最后油锅进的时候呢 他就出六道轮回了 所以超度 是他要有大悲怨心的 好 那这里的意思是说 菩萨纵使住在地狱里面啊 他也不会怕 为什么呢 当然是菩萨没有这个恶业 对不对 什么叫恶业 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好 你们是新加坡公民嘛 对不对 或是PR或citizen 你是新加坡人就要付税 对不对 tax 对不对 这个国家保护你很好 给你很好 所以你们要付税 对不对 我就不用了 因为我不是新加坡公民嘛 是同样的 你是这个国家的人 享受这个福报 你就应该付出你的责任 还有你的duty 对不对 好 再看下面一段 菩萨若度身文跟圆觉地的话 则毕竟啊 不身故 毕竟不身什么 不会升起菩提心 菩萨若变成了身文跟圆觉 就像我前天讲的 摄利弗六十节 他都不敢度众生 他呢会障碍他什么 障碍他不升起菩提心 所以身文跟读觉 对于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来讲 是他的障碍 什么叫障碍呢 是以他不发菩提心 听好 身文圆觉啊 他也是圣人 假如你修南传佛教 也是很好啊 你会拜 石墙摩尼佛啊 你也会持戒啊 然后你也会禅修啊 你也过有不实啊 当然你会成为圣人 因为你慢慢进化你的心 可是从短暂来讲 你是圣人 可是从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来成佛的角度来讲 你呀 还是小学而已 Kindergarten 还没有毕业的 所以佛才在大乘里面 为什么讲法华经 告诉身文跟圆觉 跟阿难 跟家设尊者 你们通通都还没成佛 但是你们有佛性 你们呢 要发菩提心 广度众生 这就变成 回小向大了 所以这一段里面是讲 菩萨若多为身文圆觉 是最大最大的障碍 为什么呢 障碍他发菩提心 障碍他行六度波罗密 障碍他广度无量的众生 所以请看下面经文 由是异故 菩萨重视掉入到地狱恶鬼畜生 他都不会比掉入在 身文跟圆觉 还感到恐怖 所以可见 菩提心很尊贵 菩萨道很殊胜 各位都是行大乘 菩萨道的佛弟子 我们生活在华人 大乘菩萨道的国家 所以尤其是新加坡 很多道场除了学佛之外 都会做教育 文化 慈善 这是我非常赞叹的 我们台湾也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国家佛法很兴盛 但是假如你只学南传的教法 而最后放弃了大乘佛法 那很可惜 我再讲一遍 你可以学南传的佛法 学禅作 可因卡禅师或帕奥禅师 南传的教法可以学 但是你心中要发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要证阿罗汉果 要成无上的佛果 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会跟很多大乘菩萨 比方说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跟弥勒 乃至于八大菩萨 你就会有缘 再看 幻灯片 六道轮回